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欠他的利息都不用还了 冯轩一手高举着欠条 大声说 这些是你们的欠条 我现在就把它们烧掉 以后你们就没有这笔负债了 说完后 冯轩真的将那些欠条一把火烧光了 当地的百姓各个欢天喜地高喊万岁 回到齐国后 孟长军问冯轩 你帮我买了什么回来 冯轩回答 出发前 您曾经交代我说 买家中缺的东西回来 所以我替你买了仁义回来 孟长军疑惑地问 仁义要如何买卖呢 冯轩回答 您只有缺这一个小小的封地 却不好好爱护百姓 反而从百姓身上贪图利益 这样怎么行呢 所以 我假装是您的命令 将那些欠条都烧掉了 百姓们都欢天喜地 高喊万岁 这就是我为您买仁义的方式啊 孟长军听完后 觉得不太高兴 但是欠条都已经烧掉了 只好挥挥手叹了口气 罢了 先生去休息吧 一年后 孟长军被齐王除去了官职 只能够回到他的封地 薛 没想到 在途中就看到薛帝人民 真相出来迎接 大声欢迎喝彩 感到意外的孟长军 看着周遭的百姓 男女老幼都有 他回过头对身后的冯轩说 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这就是您为我买的义啊 冯轩对孟长军说 机灵的兔子也是要有三个洞窟 才能避开猎人的追捕 逃过死劫 如今你只有一个洞窟 还不能让您无忧无虑 请让我为您再挖掘两个洞窟吧 孟长军点头同意 那么就拜托先生了 于是 奉旋到魏国去拜见魏王 对他说 现在孟长军被处去了官职 一定感到灰心丧志 如果魏国现在能重用他 孟长军一定很感激 自然会为魏国尽心尽力 魏惠王觉得很有道理 立刻派使者去请孟长军 来魏国担任官职 可是 孟长军记者冯轩交代他不要答应 所以魏国的使者来回了三次 都被孟长军拒绝了 齐王听闻这个消息 既紧张又担心 连忙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 向孟长军赔罪 并希望他能回来齐国担任宰相 孟长军依照冯轩的建议 趁机向齐王要求将宗庙设置在靴地 使靴成为国家重地 来保障当地的安全 宗庙盖好以后 冯轩对孟长军说 现在三个洞窟都已经准备妥当 您可以无忧无虑了 在孟长军担任宰相的十几年间 都没有发生灾祸 实在是冯轩的功劳啊 因为有冯轩的三窟计策 才让孟长军在担任宰相期间 可以毫无灾祸 而冯轩所说的话 便言声出狡兔三窟这句成语 是指 有多处藏身的地方 或多种避祸的准备 我们应该学习冯轩将目光放长远 对任何事情都能有多一层的准备 在遇到困难时 自然就能够从容应对咯 同学们 听完角兔三窟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就让我带你一起回顾 故事的重点吧 今天的故事 角兔三窟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冯轩帮孟长军去收债 却烧掉欠条 并说明是满人意回来 过程中 冯轩认为角兔有三窟 才能免于一死 愿意帮孟长军再准备两个洞窟 所以冯轩给齐王压力 使他恢复孟长军的官位 并向齐王要求 将宗庙设置在靴 故事的结果 工厂军担任宰相 十几年毫无灾祸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角兔三窟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孟长军 听到冯轩用欠款帮你买意回来 你会如何反应呢 冯轩假装是孟长军的命令 自己决定烧掉百姓们的欠条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 说一说你的看法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又到了 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角兔三窟 是指 有多处藏身的地方 或多种避免灾祸的准备 主要是用来表达 多处居所 或是狡猾奸诈的情境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角兔三窟 可以怎么使用吧 在警方一路的搜捕中 发现歹徒角兔三窟 到处都有藏匿的地点 歹徒不停的变换躲藏地点 就像角兔三窟一样 总让执法人员四处奔忙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角兔三窟相关的词 有哪些吧 相反的词有 走投无路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